你好 欢迎收看1月21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联县府春节生活物资发放陆续展开 预计发放16000多份的白米 而21号这天 徐真卫来到玉里、浊西、富里三个乡镇发放 并且不忘呼吁领取的民众赶紧在过年前施打疫苗 来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 民众有秩序的一个一个排队准备领取春节的物资 这是花联县政府办理的三节春节生活物资发放 21号排到南区三乡镇发放 县长徐真卫加入服务的行列当中 一边亲切问候 一边引导民众分流队伍 并且也不忘叮咛要施打疫苗 县政府表示考量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民众外出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只要民众一到现场即可随时领取物资 降低群聚风险 并且更是呼吁玉里地区民众 1月22号在Dougal设置施打站 早上8点到下午4点为民众接种疫苗 复理箱则是在1月26号早上8点到中午的12点 在复理老人文康中心接种 左西乡即日起到27号为止 以巡回医疗方式为民众接种疫苗 请民众多加留意 接着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